大家好,我是神秘人Mysteria 在這次的一月新翻中說到聖幽陣容相當華麗、角色魅力十足的一部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想到今天介紹的這部《間諜教室》 《間諜教室》是由竹亭老師所著的日本青小說 於第32屆Fantasia大賞中獲得大賞 故事背景設定在世界各國正從以熱兵器為主、死傷慘重的光明戰爭 轉變成間諜及情報戰的影子戰爭 其中本與戰爭無遠的農業國家迪恩共和國 遭到鄰國企圖掌控全世界的加爾加多帝國侵略 成為這場世界大戰中的最大受害國 戰後為了保護國家,迪恩共和國成立了大量的間諜學校 開始培育間諜人才 主角克勞斯是一位任務成功率100%的世界最強的間諜 他成立了名為燈火的組織 專門執行死亡率超過9成的不可能任務 然而他所挑選出來的成員幾乎都是吊車尾的學生 看似全能的克勞斯卻又偏偏在教育方面毫無經驗 這樣毫無希望的組合又該如何才能順利完成接下來的任務 則成為本作的看點之一 接下來我要補充一下小說第一章提到的一些有趣內容 順便分享一下第一集的觀後感 多少有些劇透還請斟酌觀看 關於動畫第一集和小說部分內容有些許差異 但整體來說感覺影響並不大在可接受範圍內 但有一段的刪減我覺得有些可惜 校長在通知百合要進入燈火時 他其實有問過百合的意願 因為百合在學校考試時曾經在目標的面前弄掉了槍 也曾因為迷路趕在實現最後一刻才完成測驗 甚至還曾經把偷出來的密碼衝進了馬桶 因為實地測驗的評價差得離譜 校長心中還因此產生了罪惡感 認為讓他進入燈火就像是逼他走上絕路 但是百合卻告訴校長 自己會抱著必死的決心赴任 絕不會做出逃避的行為 這樣看似堅定的決心背後所隱藏的理由 直到百合在焚化爐旁邊處理私人物品時 他才說出口 因為這種專門執行不可能任務的超人團隊 肯定聚集了一群精英 因此比起平凡團隊反而來的安全 對於校長的擔憂他反而不怎麼在意 為自己準備飛黃騰檔而高興 關於這一段我認為 反而能讓百合的角色性格更加立體 與他出色的外貌相反 內在多少有些糟糕的部分 反而能成為他的魅力與特色 這樣有點糟糕又有點少根筋的性格 配上與公天的聲音讓我看到一半時 腦中浮現出阿克亞的畫面 關於強盜的部分與動畫不同 小說是發生在百合自己出門採買食材時 被逃跑的強盜撞上 因此用針在對方身上下毒 順利抓住對方 而他與克勞斯在商店街買完罐頭後 準備去餐廳的路上 原本差點要跌倒的百合 瞬間被克勞斯抱住 克勞斯則用單手完美接住所有罐頭 而他精湛的動作則讓百合感到驚訝 但是對克勞斯而言 則無法順利說明整個行動 動畫雖然沒有表現出這段劇情 但都要表現出克勞斯因為能力出眾 對於旁人感到困難的事情 在他眼中卻是輕而易舉就能做到的事 而他本人則無法清楚說明行動過程 在百合行動失敗的隔天 克勞斯藉由打倒自己的計劃 開始測試學生的能力 並藉此來指導學生 另一方面學生們彼此合作 開始想方設法對付克勞斯 也能讓這個新團隊更加團結 與克勞斯的較量中也能逐漸發現他的強大 動畫第一集看下來就讓人期待後續的發展 而間諜教室裡的造型設計 與角色獨特的性格也都令人著迷 雖然動畫節奏有些偏快 可能會讓人擔心一些劇情 無法做到像小說那樣震撼 但我認為這一部還是值得一看 推薦給還沒有看過的觀眾朋友 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